Welcome to Jerry's English Studio 同学们好 欢迎您来到东子英文小教室文法篇第三单元 What is a clause? 什么是子句? What is a sentence? 什么是句子? 什么是子句呢? 子句是片语中有主词与主要动词者 下面有四个例子 让我们来看看哪一个是子句 首先My kiss,我的吻 是由所有个my加名词kiss所构成 这是一个名词片语 它没有主词,没有主要动词 所以它不是子句 needs my kiss,需要我的吻 这里面有主要动词needs 那么由于它第一个字是动词 所以它是一个动词片语 但它因为没有主词 所以它不是一个子句 第三个 she needs my kiss,它需要我的吻 您可以看到这里面它有主词 she 它也有主要动词needs 所以它是一个子句 第四个 when she needs my kiss 它一样有主词she 有主要动词needs 所以它也是一个子句 当然您会问到啦 she needs my kiss 这个子句 和when she needs my kiss 这个子句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我们会在下一个单元里面 子句的种类里面来介绍 那么什么是主词 subject呢? 主词啊 是做某个动作 或表示某个状态的主角 这个主角可能是一个人 也可能是一件事情 也可能是一个物品 它是子句中最重要的部分 一定要有 因为如果一个子句里面没有主角 我们就不晓得了 它在干什么 那么您可能会问啊 命令句不是没有主词吗? 事实上 命令句 它仍然是有主词的 但是因为它的主词太清楚了 所以常常被我们省略掉 请您看下面的例子 open the door 开门 其实 它是有主词的 它就等于 you open the door 你帮我开门 但是因为当我们讲 open the door 开门的时候 我们当然很清楚 是指 听到我们话的 那个你 来帮我开门 所以它这个you 被上吊了 事实上很多骂人的话里面 常常也是有这样的情况的 比如说 fuck you 那是谁fucks you呢? 那个很清楚了 它是有主词的 主要动词 main verb 是什么呢? 它是指 词句中 表示主词 所做的 主要动作 或状态的动词 你可以看到下面 这个例子 I want to go to the movie 我想要去看电影 这里面好像有两个动作 一个是want 一个是go 但事实上 这个句子的主要意义 是在于想要 而不是去 所以主要动词是want 而不是to go 事实上to go 是一个不定词 不定词根本不是动词 所以它不可能当主要动词 所以这个句子的主要动词 是want 而事实上 它到底去看电影了没有 不知道 也许去了 也许 以后不去了 主要动词 和主词一样 都是一个子句里面 绝对不可或缺的 最主要的部分 所以一个子句中 主词和主要动词 必须同时都有 缺少任何一个 就不是子句了 那么一个子句中 有几个主要动词呢 请您注意 一个子句中 恰有一个主要动词 所谓恰有 是指 最多一个 最少一个 刚好一个 多一个错 少一个错 当我们说 我很好的时候 不少同学都会写成 I very well 是的 从中文的角度来看 完全正确 然而从英文的文法角度来看 是一个重大 错误的写法 为什么呢 因为I very well里面 I 是主词 very well 则是一个形容词片语 来形容 I的状况 它缺了一个主要动词 当我们在I后面 加入 am 的时候 那么这个句子 就完全正确了 I是主词 am是主要动词 very well 是一个 所谓的补语 是一个形容词 来形容爱的状况 所以 我很好 应该写成 I am very well 当我们说 我计划去看它的时候 有同学 可能会写成 上面的例子 I plan go see her 这是一个错误的写法 为什么呢 因为里面出现了三个动词 有三个主要动词 怎么办呢 我们只要将它减少到 只剩一个主要动词 就可以了 由于go去的意思 和plan计划去怎么样 意思有重叠的地方 所以可以将它先去掉 再来 将see 前面加上一个 不定词的符号to 那么这个时候 see就不再是动词了 为什么呢 因为to see her 是一个不定词评语 在这边 当作plan计划 这个集物动词的受词 所以整个句子 就可以改写成 I plan to see her 这样就只剩下 一个主要动词了 从前面的说明 我们可以发现到 子句的形式 一般是这样子的 那就是第一个部分 是主词 subject 然后后面呢 跟着主要动词 main verb 然后再加 后面的部分 像比如说 我们刚刚说的 I am very well 那I主词 am主要动词 very well 后面的部分 然后呢 我们又看到 I plan to see her I主词 plan动词 to see her 后面的部分 前面我们曾经说过 I am very well 我很好 它是一个字句 同时它也是一个句子 同样的 我们也说过 I plan to see her 它是一个字句 同时它也是一个句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句子的定义是 具完整的字句 或字句的组合 刚刚的 I am very well 它具有很完整 它里面也含有字句 I plan to see her 同样的 我计划去看它 一直也很完整 同时它里面 也含有一个字句 所以要成为一个句子 sentance 它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它必须具完整 如果意思不完整 它就不是一个句子 第二 它必须是子句 或子句的组合 也就是说 一个句子里面 最少要有一个子句 当然它也可能有好几个子句 这里有四行英文 您能看出 哪一行 是一个完整 而正确的句子吗 A 不是一个句子 因为 它的 意思 不完整 在我们到达 位在车站附近的市场之前 然后呢 没讲完 而整个句子的结构 before we got to the market 在我们到达这个市场 然后后面的 which was located newest station 则是一个形容子句来形容 前面的market 告诉我们 这个market是位在车站附近 所以整个 它只是一个 由before引导出来的 副子句 意思没讲完 我们后面 可以加上一个 主要子句 然后就可以把意思 不管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before拿掉 位把大写 那这样的话 意思也可以很完整 我们到达了 位在车站附近的市场 你看 意思是不是很完整呢 b 也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从它中文的意义来看 为了要混合都市和乡村生活的优点 所以呢 没讲完 而事实上 to mix the advantages of city and country living 它只是一个不定词的片语 那表示一个目的 所以它事实上只是一个当作副词用的 不定词片语 它连子句都不是 因为它没有主要动词 动作mix的前面 加上了一个不定词的符号to 所以至于它连主要动词都不是 c 也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因为它显示出 一座大型公园 如何能在大都市中发展 所以呢 显然 意思也不完整 没讲完 事实上 because it showed 这是一个由 连接词 because引导出来的一个副词句 然后后面的 how a large park could be developed within a major city 这是一个名词词句 当作show的首词 因为它显示出来了一个大的公园 如何能在一个主要的都市里面发展出来 所以它整个来说只是一个副词子句罢了 真令人意外 第一 才是一个完整的英文句子 因为它符合了所有作为一个句子的条件 首先它的一层完整 感激上帝 你看是不是把话讲完了 第二 它有主词 有主要动词 由于这是一个命令句 它的主词因为太清楚了 爱被省掉了 我感谢上帝 或者我们感谢上帝 而think是主要动词 它还有受词呢 所以你可以发现这反而是一个完整的英文句子 由此可见 句子 子句 片语的差别 不在它们的长短 不在于字数的多少 而在于它们的定义不同 同学们 请不要忘了 一个子句中 恰有一个主要动词 最多一个 最少一个 刚好一个 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则 我们所写的句子 就会发生错误 今天的冬子小语 提醒您 万事万物 所有的问题 都是在一点一点之中发生的 因此 防围杜鉴 注意小地方 是非常重要的 祝福您 平安 健康 快乐 谢谢您